疫情升温 中度重度的患者病例也增加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统计 重症患者多一例 中度的患者则多了11例 指挥中心分析这12个病例 其中重症的是90多岁女性没有打疫苗 另外一名90多岁女性打了3剂疫苗有中度的症状 其他的中度症状患者有6名80多岁 70多岁的有2名 还有2名是60多岁 目前这12名患者都住院治疗当中 都有慢性疾病史或失智症 以年纪来看年龄偏高 其中有一半没有打疫苗 中重症的比例很明显是在大概70岁开始有升高 然后到80岁以上就有很明显的升高 所以在70多岁 80多岁 90多岁这个年龄层 目前还是被列为我们高风险的这个对象 有一半的是没有打过疫苗 那还是呼吁年纪大 那个高高龄者的长辈还是要打 赶快来打疫苗 因为不少高龄民众没有打疫苗 中重症的患者年龄也拼高 指挥中心鼓励长者还是要打疫苗防护健康 T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